PS5版的使命召唤19和20单机好像不用加速了 第一步进入游戏 我估计是和使命召唤登陆XGP有关 可能登陆了那的网络 它整个网络都要改 使命召唤19和20 我估计包括21 它们三个游戏都是同一个入口 这是总界面的入口 NX 我现在没连加速盒子 它写的是未能登陆在线服务 再试一次和离线 那我当然选离线了 如果你能看到这一步说明成功了 这是在没有联网的情况下 也就是离线模式的游戏总界面 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第一个是现代战争3 也就是使命召唤20的剧情单机模式 第二个是使命召唤19的单机剧情模式 后面还有两个 分别是20的多人游戏和19的多人游戏 首先我们测试19的剧情 点击开始游戏 这个绿色的就是19 直接取消 然后再次进入 再点取消 连接失败 选择离线进入 这是COD19的剧情界面 我们可以选择新游戏 或者继续玩老游戏 提示选我同意 选择一关 点继续 或者重新开始任务 进来了 在之前没有加速盒的情况下是看不到这里的 说文件下载不全之类的 怎么退回主界面 按Uption键 选择退至剧情战役菜单 然后继续按圆圈键返回 是否退回到主菜单 是 然后还是离线 这是主菜单 我们回来了 然后选使命召唤20剧情模式 我买的是COD19和20的数字版 如果你买的光盘版 应该也是这样的 一样的操作流程 现在各位看到的是 使命召唤20的单机剧情的选关的模式 选择一个 点机器或者重新开始任务 好了 现在可以玩了 现在使命召唤登录了XGP 对我们PS5只玩单机剧情的玩家来说 也是好事 省着买加速盒子了 但是我这也不用盒子 你们那儿最好是试一下 或者有这款游戏的同学试一下 给那些想玩这款游戏 还没拥有过游戏的同学参考 最后不得不说一下 这个游戏现在真的很大 19和20加在一起 220个G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